足不欲,何以欲天下,腿不仓,何以掌,人心该好,我是不要念湾安的封面俊 那么呢,看本期视频的标题大家也应该知道了 这一视频的封面俊我又又又又来搞 没错,是又来给大家推荐那些后宫元素的小说了 提题小说,我想各位跟封面俊一样的学生党一定不陌生 像什么斗河大陆啊,龙族三体等等著名的小说 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们整个的学生时代 还有那小学虎原一本的吃一慢课是吧 封面俊封面俊啊,吃一慢课好像不是漫画吧 而且你的字也打错了,是这个课不是那个课啦 嗨,老子小弟,这个不是起一分红头刀之后了吗 还不准人回忆哈,小时候追你某还是那个了吗 我真的是死你 话说回来,这一期视频的封面俊要推荐的不是那些出了出的小说 而是想给大家推荐那些陪伴了封面俊我学生时代的那种网络小说 那么好,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极品家丁 封面俊我认为只要看过后宫的型小说的同学呢 这部小说印象肯定很深刻 当年网文中大数级别的存在 即使到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在校园中的某些同学的MP3中都有他的存在 这部小说呢,讲的是我们男主林婉容呢 穿越到古代开后宫 并且包揽天下的这么一个故事大开啊 之所以我们男主这么猛呢 靠的可不是超能力,也不是龙奥天属性啊 而是在穿越之前呢 我们的男主就是一个顶级天才 毕业于名牌大学啊 学的呢,也是企业管理 看到这儿,这么年头没点硬实力 还真不敢随便穿越 话又说回来了 小说的剧情呢 基本上呢,是分分分,总分分 呃,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废脑啊 那么说简单点就是呢 一个女主呢,一个大张 然后有些部分呢 有的女主的剧情是叠在大家一起的 并且这部小说呢 你想看的情节啊 里面可谓是应有尽的 强烈推荐没看的同学 一定要去看的 这部小说好看到什么程度 当时我们宿舍的男生 12个人 每天熬夜到2点钟看 然后早上起来讨论剧情 这部小说有多少看你就知道了 第二部,青春派 可能在座的各位同学呢 没有听说过这部小说吧 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很出众的小说 也和其他的校园进化类型的小说呢 有着千变一遇的构思啊 但在这呢 我还是想推荐给大家这部小说 因为这部小说是负面经我读的第一部小说 它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可能已经忘记了男主的名字 忘记了女主的名字 但我至今也忘记不了男主是如何从一个弱小无力的菜鸡高中生 成长成一个独当一面的异方霸主 可以说青春派的故事呢 是每一个高中生都想去经历的 去探索的 毕竟谁还不是一个曾经想称霸世界的少年呢 那么好了 本期视频推荐三部后宫元素的小说就到这里了 这些小说呢 可以说得上是我的学生时代 也可能是在座的各位的学生时代 也是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学生时代 那么好了 我是漫妙君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播关注 带你畅游后宫元素 最后真诚的一球博山